我現在在美國的Felidauria 這邊的天氣呢 比起台灣是乾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他們室內又會開暖氣 我覺得化妝水就像是皮膚每天在喝水一樣 你一定要開很多次的化妝水 讓它吸收以後 後面的精華跟其他油類的保養 才會更吸收的進去 這個倩碧的水磁場呢 我覺得它並沒有很好用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它的這種膠狀的質地 而且我覺得它的保濕度就是不多吧 沒有讓人家覺得它特別是明星商品的這種感覺 所以呢剩下一點點 這次我想說帶來美國 我就是早晚都是不客氣的一直用它 希望我在回台灣之前可以把它用完 然後空瓶就丟在美國 眼部保養品用完之後 我會用一個蘭蔻的這個冰珠的眼部精華 那它這一瓶也是幾乎用完了 這個冰珠已經沒有辦法完全沾到它 所以我會再用一個乾淨的棉花棒 把它裡面的精華挖出來 它這個精華的質地也蠻好吸收的 妝前當作眼部的保養是蠻適合的 這算是英國的一個本土品牌 就No.7 塗出來是這種乳液狀的 然後它一下就吸收了薄薄一層 跟你後面的唇妝是不會打架的 它比較特別的是 我覺得有些人會很喜歡它是一個香草的香味 但是我本身比較沒有那麼喜歡這個香味 所以我覺得它對我來講不是一個加分的點 你看它擦完以後 嘴巴完全不會油油的感覺 其實在台灣就很適合這樣子 吸收很快的這種護唇膏 化妝完以後可以馬上就上一般你想要上的口紅 接下來我會用我最喜歡的OMORVEXA的這個臉部保養油 它的保濕力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好吸收 也不是那種很重質地的油 然後它不管加在什麼樣的乳液或者是乳霜裡面 我覺得都很搭 通常這麼重的保養品 我一般在台灣只會晚上用 可是因為美國真的太乾了 所以我還是妝前還是會使用這樣子的保養方法 因為雙類比較難推開 所以加一點保養油呢 可以增加這個雙類產品推開的延展性 然後還可以增加它的保濕力跟服貼度 我這次帶的是這個WISELE的羽毛精華 遮瑕力是屬於中等 這個粉底應該是因為它真的很輕薄 如果你想要比較好一點點遮瑕力的話 你的用量就要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其實也還好 因為你少量多次的這樣子用海綿去堆疊它 我覺得它出來的妝感也是蠻自然的 不會像一般 如果你一下就用非常重的 底的話就會看起來 臉上的粉妝很厚 局部有一點泛紅的地方 我就再加一點點粉 這次我們住的酒店呢 是一個有帶廚房的公寓型的酒店 我很久沒有來美國了 我以前都是帶在歐洲 我覺得美國人給我最大的感覺 就是他們人都超級的親切 像我這次在過海關的時候 海關還跟我們攀談聊天 我想說海關通常都是 尤其是美國海關你就會很怕被拒絕 很怕被遣返 然後我們在過海關的時候 他還訪我的護照 然後特別翻到櫻花公文貴的那一頁 他就問我說 之前所有的台灣人都沒有辦法回答我 這個英文到底怎麼講 然後我現在想要問您 到底知不知道 我們說來慘愧 其實我也不是很知道櫻花公文貴 到底要怎麼講 我就簡單的隨便跟他呼嚨說 就是用形容的說 他就是一種鮭魚 然後還是不滿魚這個答案 他就問我說 所以他到底正確的英文名字該怎麼講 還有跟他講說 等到我們查到的話 你給我們影片 我們會 我們會就是 在發訊息告訴你 OK 底妝完成了以後呢 我要遮瑕 我用的是直春秀的這個遮瑕筆 它有雙頭一個是比較深色一個比較淺色 剛剛我臉上的泛紅其實 但是現在看起來沒有很明顯 稍微這樣子遮一下 眉筆是用我最愛的直春秀五四刀眉筆 可是這個比較特別是 這是我之前在機場買的 我發現不用去給他削成五四刀的形狀 也是很好用欸 然後我覺得 美國人真的都是很親切 不管是服務生啊 路上的人啊 我遇到海關啊 什麼的 他們都很親切 然後 因為我可能以前我在歐洲戴著比較久 所以 歐洲的人 尤其英國人都很冷漠 美國的份量都超級多 我們的早餐叫一份 然後 其實都蠻好吃的 只是就吃完以後你就覺得超飽的 我這次戴這個Visit的四色眼影盤 打亮的話我會用左邊的附金色 跟右邊那個珍珠白色混合在一起 我剛剛忘記先修容筆 我用的是 Benefit的Hoola Mini Size小套裝的 然後用的是我最愛這種 膨膨的斜角的刷子 這個刷子很好用是你斜角 你先沾取以後呢 你可以先刷一道你想要的位置 然後因為它很蓬鬆 所以你可以 就這樣子 自然的把它暈開 用出來的效果就會很自然 眼影再來用的是Holica Holica 這個比較普通金色 上在那個眼影的前後兩端 先製造出一個深邃感 比較有一點點深邃感 再來我要用的是我最近買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眼影洞 是Doss Shop 這個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在台灣也買得到 很咖啡紅咖啡紅的這種 紅磚色 眼影洞你去戳它 它不會破掉或幹嘛 手上就會有這個眼影 就把它拍在眼皮的中央 眼影洞比較難用刷具去上它 所以你一定要用手指去拍它 因為我廁所是黃光所以看起來沒有很清楚 畫在手臂上好了 它是這樣子帶有細細珠光的感覺 你可以用手指剩下的顏色 畫一點點在眼尾 你用手指比較難控制它的用量 所以要等它比較少乾一點的時候再畫 那因為它是帶有咖啡調 所以跟我剛剛的這個眼影 是同一個色系的 然後他們這樣子做起來 其實很自然 OK 這是我覺得最近買到 滿滿意的一個化妝品 最後呢再用一個暈染刷把邊界暈開 等一下吃完早餐以後呢 要去看這邊非常熱門的一個聖誕八流舞劇 就是柴克夫斯基的胡桃籤 因為今天已經是22號 然後是星期六 我想說有這個機會 就一定要來這邊看 他們的八流舞劇 我覺得還滿有氣憤的 胡桃籤它本來就是一個 關於聖誕節當天 聖誕夜當天發生的事情 然後它的故事跟音樂都很 適合合家觀賞 那這邊的人其實還滿 在聖誕節去看這個八流舞劇 就是算是他們的一個傳統 最後我會用回Vicet的這個眼影盤 沾最亮的顏色 打亮在眼頭 其他睫毛我用的是 Laura Mercier的攜帶性睫毛夾 我覺得它比目局的好用太多了 舉行的時候使用也非常的方便 因為睫毛夾 一般傳統睫毛夾的那個 形狀其實還滿難攜帶的 很佔空間但是你又不能整齊的收納它 加歪很翹 這個眼線筆是日本的一個牌子 叫Note 我在日本東京轉機的時候 因為我還想到我沒有帶眼影眼線 所以呢就在那邊買了一個 畫眼線還是先不要講話好了 有時候眼線畫歪了 我出門會帶這樣子的棉花棒來修正 畫完眼線了 今天畫的是比較飛的一種感覺 那我覺得它這個筆啊 拿起來超級高級的 因為它是上面很重 然後整個拿起來就是很 很有份量的感覺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細 超級好畫的 睫毛膏是我最近最喜歡用的 有畫下睫毛以後 整個妝就會看起來比較濃 比較正式一點 我想我還是要來遮一下這個 有時候遮起來很奇怪 你用深一點的顏色去遮它 反而會遮得比較自然 也遮得比較完全 修容一樣用Hula 腮紅我是用NARS的Orgasm 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是 你想要很濃烈然後很強烈的話 用它就準沒錯 我想說我在美國 所以腮紅都會上得比台灣 還要更重一點 然後有時候這樣走出去 我就會覺得 我的腮紅真的很紅 可是因為用它 你就算上得很多也不會看起來很奇怪 不知道 我就覺得這個顏色非常的好看 我都是會這樣子 不客氣的 沾很多 如果每喜歡上斜的腮紅 我會先從邊邊這樣上斜的 然後再從中間有點打勾這樣子 短短的 打勾的形狀 去上這樣子的腮紅 我覺得因為現在我廁所是黃瓜 沒有很明顯 出去以後你就會發現 自己上的腮紅還蠻明顯的 先從臉的側邊斜刷 再從中央打一個小勾勾 中大部分完成了 那我等一下想要上腮紅 它的質地非常的乾 這真的是乾唇人的救星 Clarence 克蘭斯的這個唇油 一場買的話可以三種顏色 薄色我覺得它非常好用 但是它好用的點不是在 它的那個潤色效果 是它的質地 會讓你的嘴巴完全就是被救贖的感覺 其實在天氣很冷的地方 或者是氣候很乾燥的 它的這個唇油的質地是非常難抿開的 但是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通常都是只有晚上的時候用 或者是現在天氣非常乾的時候 就一定要用它 就是厚厚的一層油 我要用的口紅是V proof 咖啡紅 霧面唇膏 在鏡子看起來我已經擦得非常的紅 妝算是有點濃了 可是這個相機拍起來它是比較 會吃掉一點點顏色 我其實實際上看起來有點像 壞巫婆的嘴巴 其實我等一下只是要去吃早餐而已 個人的地方就適合這樣子毛毛的 雖然我的頭髮看起來有點像剛睡醒 Get ready with me 就先這樣子囉 那我等一下要去吃早餐 然後呢下午就去看Nutcracker 很期待我昨天晚上就用Spotify 把那個音樂呢先run過一遍 吃早餐囉 Bye ン 1 2 27 22 21 24 21 21 28 22